到了 哇 我摔 到了 都是我 瑜伽楼的 整容四个布 小脸 把我把另外一个布拿 把这个布给换了 这回绝对打怪了 把这口跟上来了 我现在这回呢 打了一会儿 戳尔 戳尔发现呢 打了很多鲤鱼 就它这个 打在这里的鲤 都是三斤四斤的 罗飞没口打鲤鱼 一开始就说了 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属于这个伴水的鱼 太多了 一直在那里游来 游去游来游去 刚才尝试呢 就是打行程 打接口 没用 完全不吃 你看这伴水的这个 它不是吃啊 它就是撞的 你看这种 慢慢压这种的 你再慢慢来 慢慢来 慢慢压啊 来 连点口 你还想跑 它这我的这种肚目呢 它不是吃啊 它就是啊 里底的罗飞在蹭 我认识 因为这位罗飞 很多都里底的 你看这口 要吃 它会 对就这样 这是什么 什么鬼 还是毛的 看到没有 就这种口 如果说我们在打的时候啊 它口一直是特别轻的情况下 它突然一下给你来个超级大蹲口 那这时候肯定是不合理的 要么呢是鲤鱼来了 要么呢就是 那个 毛到鱼了 这个拔筋呢 好 在 在这个时候啊 它已经不会给你出那么大的动作了 慢慢 慢慢 哎呀 这下底就来 为什么要打扶 我刚才尝试了一下啊 尝试了一下打扶 打行程 站在使劲里摟 口都没见 中途呢出现几个动作 接不稳 然后马上要下底 还是下底也打得稳 下 下底就来口 所以说 想法呢 大家肯定都是有的 打扶是最快的 但是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 根据舆情来决定 它不支持你打扶 你就打不了扶 老实一点老老实实掉底 打多少打多少 就是这样的 那种 你打扶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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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想 我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来就上 小李小李把这个货给换了抓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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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放在那里踩着啊不要拖不要拖啊 他这个离得近你一拖就完了 哇 快点快点我我那顶着他我脖脚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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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脖子 当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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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哦 要死了啊 哎呦 这个鱼一点都不怪不听话哥们腺的弹多了 好 像打到现在的一个中后期了以后啊我们尽可能的就不要去铅皮抽太大的一个窝子了频率可以打快一点 然后散炮捏小一点小炮带快频率去打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火性已经没有那么高了而且吃食的一个欲望也没那么强 如果说我们散炮带大了他很容易就是说啊散炮呢就会把他轰的他都不想吃你的这个耳料了 同样我们在拉耳的时候啊耳朵拉小一点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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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te bij Innen 鲤鱼呀 哇 这鲤鱼就烦了很了 来了 哎呦 哇 双尾 没有 好那个 哇 啊 哈哈哈 这鲤鲤真大 进去吧 来了 来了 真靓仔 飞过来吧 看到没 飞鱼罗飞 厉害 早上来得早的就已经到中了 我们还要有会儿 我们来的时候他们都有已经开始钓了 最担心的呢就是他们钓起来的鱼啊 然后又回下来了 回下来之后全部倒进来了 担心会冲窝 应该离那么远问题不是特别大 继续钓 看着我们来说 这都可以了 很难受 很难受 这都不准等到 好 你好 我打开一下 我打开一下 我打开了 我打开了 师傅这边怎么样了 这边口基本上都慢了 我那边都停口了 差不多了 他们也都回鱼了要收了 差不多收了是吧 那我去回鱼去了 我去看一下 哇你再那么多 12344个火 牛 天真牛 我去看一下我有多少 你今天不是打的都是鲤鱼吗 今天肯定上100斤 肯定上100斤 我这边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这边的话外面来的也有回鱼了 我这边也差不多要回了 看到没有活泼乱跳的小鱼 我的那个亮才罗飞 这是我钓过最开心的一次鱼了 太开心了今天 哇看看我的罗飞亮才 哇塞 刚刚我自己还喂了他们吃呢 喂了宝宝的呢 还有一个货 来一个货 看一下多少斤 嗯 给东刚 94 哇 这一个货94斤 耶 还有一个货 来大哥 还有一个货 哇 这还满得像的 来 来 称一下 哎呀这个稍微少一点点啊 40斤 几乎多少斤啊 128 128是吧 128斤 128斤 虽然没有突破我的最高纪录 下次继续努力 但是完成了今天的目标 还超 还超了 我今天目标100斤啊 我今天目标100斤啊 我这边回一个纱 我要不断 他给我标子 这个东西 这要摆 再摆 比较 哇 哇 放这儿 放这儿 都是鲤鱼加罗费 总共四个户 鲤鱼也多 是我们的大师 大家看一下啊 罗费也比较多 他在想见我们的大师 撑吧 撑吧 看一下大概有多少 83.6 一个货77 第一个货77斤 这种啊 又直接又回下去的 直接回下去的 第二个货 92 92斤 86 86 86 第二个货86斤 这边第二个货的话86斤啊 他已经去除了 去除过了 尽重啊 尽重 一多多 三个货 一三个货 18斤 72 72 72 1 4 102 102 102 337斤 337斤 今天的话哈 今天鱼行是一直有 但是昨天呢 是出于什么情况呢 昨天过来钓鱼口特别好 但是呢 我们第一次去钓 发现它那里的鱼口特别乱 昨天花了很多时间去进行调整 然后去找方法 更重要的是下雨 上泡油料全部都是湿涼 后面呢这边又没有动料 后面就没有办法调整 今天特地是准备好了 再过来钓这一场 这里面糖里面特别多鱼 鱼口呢也非常多 就是划口多 就看你怎么样去抓它啊 122几经我是 128confidence 今天成功完成任务 你给我的目标是100斤是吧 超额 耶 你师傅比你多了200斤 我师傅说如果完成不了目标 把我踢水里去 吓死我了 昨天给你订了50斤打了80斤 对也完成目标 今天给你订了100斤 对 不错不错不错 耶继续流列军加油 那么今天的话整场渔行实际上我们在 在这个 这边是浙江啊 因为浙江这个时候水温了 它没有完全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的鱼口呢 就像两广地区 或者说是南方地区的初春时期的鱼口 它的鱼口会特别轻 还有呢 这个汤里面呢 因为像北方这边对于罗飞 它养着的比较少 所以对于鱼会比较珍稀 钓起来的又会回汤 也就造就了这个鱼的一个吃口 会特别假 就是回过鱼 就是反复的钓放的回过鱼 那么像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饿料的一个状态 跟饿料的一个胃形非常重要 你今天的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 第一份散泡 跟第二份散泡的一个区别 就是因为 第一份是没有白色的 第二份是有白色的 对对对对 为什么呢 第一份是早上我们钢匙去做钓的时候 对吧 它的一个气温是比较低的 你的散泡会很红 是不是 对 因为那里面虾粉我们加的比较重 因为这个时候水凉 到了太阳出来了以后 什么打完了再重新开的时候呢 加了一些清肤 然后呢 又虾粉就剪的特别少了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太阳出来了 我们就需要把这些东西给降下去 我这里面加的很多果酸 对 就促使它开口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么今天这一期呢 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就说嘛 我不相信我盘不到它 对吧 终于盘成了 就盘到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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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安 下期待 - 走